好 欢迎回来目前北京微博是2比1首额赛点 马上进行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那这一局我们收到消息是 陈多一超会依然选择来到了红色方 那他们大桥体系已经用过了 这个是固定站一个班位了 那就是大桥体系是AG的肯定要班掉的 然后北京微博只要班掉一个鲁曼纳师 后面的话就是在马可波罗和像凯关羽 中间做一个抉择就可以了 因为剩下陈多一超会 他胜率比较高的就是凯加关羽这套组合 或者是猪八戒配跟纳克鲁鲁 但是你中期需要拿一个中路非常强的一个点 琴线速度比较快的 现在对于AG而言中路比较强的点的话 那就只有周瑜了 他们前面沈梦西迎阵全都用掉了 拿火舞的话中线肯定是要被压的 或者就是这样子 但鲁曼纳师这个点始终不会被放出来 微博班鲁曼纳师成都一超王会 公寸离搬掉 果然微博后一手是搬掉一个凯 但是马可波罗是放了出来 大桥 怎么说 大桥我觉得在第四局还是该搬 这个英雄在前两局还是可控的 但是你在第四局之后放出来 真的是有点压不住的 再加上自己吕布和张飞这些东西也都已经用过了 是的 而且第一局成都一超会 自己就使用了这个体系打了个今天大翻盘 他们拿大桥蒙田那一套 不能给 向羽 把山西 气盖 向羽 向羽打夏侯敦 两边先是亮了一个对抗路 向羽和公本 这把其实对于一技而言 他在坦边上除了夏侯敦被对面抢了以外 他还有一个选择是一个猪八戒 但是猪八戒这个点配合公本直接威胁到后排的一个伤害 你不如向羽来的那么高 而且向羽自己在残血的时候伤害啊 包括他的一个坦度也都比较的高 只是这个英雄可能在线上灵活度不是那么的好 对 看微博后两手暖阳的镜 赤阳神光 我本来想的这个镜可能会被搬 结果是AG的搬位不够了 对 处理不掉 他公孙黎和大乔都要搬 因为北京微博他们有一套体系就是夏侯敦加公孙黎加张飞的那个阵容 夏侯敦加公孙黎这两个 三线优势的那一套阵容很厉害 这个胜率太高了 都在60%以上 AG用活物去打沈凤西 这是九成本赛季第二次用活物 法刺琪是他用的比较少这个赛季 更多是偏向团队 拿些大法师 不过刚才评论席的建议是这样的 评论席刚才我听平子老师在那边说 就是BB上面 坐墙下半区 然后给中路选到一个法刺琪英雄 去让上半区的节奏打得更好一点 让他们的发挥空间更大 能出一些个人节奏 因为已经到了对手的赛点局了 后置的搬位 搬了三个游走位 然后马可波罗依然是搬掉了 那这一把成都一场会的射手的选择 拿孙并的话萌芽没了 感觉要鱼姬了 这么算一算 好像只有鱼姬 鱼姬是进比较难切的 或者是孙上香 但是这把孙上香也是没有人保的 鱼姬的话至少自己有一点保密能力 用二技能物理免疫 规避掉进的一套爆发 看看他们怎么选 哇鱼姬被抢了 那怎么选呢 这个射手 剩下 好像没有什么好的选择了 伊诺喜欢用沉积思汗 但沉积思汗这一把 能顺利发育起来吗 就是说剩下的几个射手啊 伊诺用了李元芳和敌人杰 然后公孙的鱼姬和马可全在班位上面 那剩下没有什么有位移的射手 除非是戈亚 对吧 除非是戈亚 多多少少带点小推进 然后自己有个大招 就是孙让香就有位移的射手 戈亚和孙让香 还是大小姐了 多一个翻滚 加脸容搓滤 然后带个进化 进化闪现 看他自己的选择 那我们来看一看 仔细看一下这两边的一个阵容的线权 这个孙让香估计还是要锁 因为剩下没有什么别的好的有位移的射手 就是孙让香和戈亚 只有这两个英雄 在这一套阵容里面 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你其他的像什么 陈吉思汗 加罗 只能被切 锁了 从两边的野区对抗强度来看的话 北京微博这里好像 上半途强度更高一些些 然后只是程度一超会 可以看这个活舞 个人发挥 看九成了 去哪里找节奏 下路对线怎么看的 下路对线的话 孙让香打鱼姬 这其实是 都是各自发育 你要说压的话 应该是孙让香压一下鱼姬 但鱼姬就看他自己 一技能的命中度了 对 但鱼姬如果打得很准的话 那孙让香只能被动的 在后面被压着了 然后看游走位 孙并这一把 他是带了一个进化 他没有去带衬 前几周比赛 基本上孙并带衬积的 品次比较高的 但是这一局 因为对面的控制 下喉蹲也好 然后包括鱼姬大招踢 然后他也真的炸 等等 他还是想着要自己保命 而且他应该是比较怕 北京微博这一小节奏 打得比较多 这把可能会有点忙不过来 这局的话 两边上半区都是 可以对对方 对位形成击杀的一个组合 然后下路的话 就拿射手而言 两边射手的环境 其实相对的 微博的环境要稍微好一点 因为微博这里的话 首先鱼姬的自保能力 比苏让香强一点 再加上有个太义真人 而苏让香这边的话 切他的可能就是一个下猴蹲和进 进去切他 然后什么东西给个大招补伤害 但是鱼姬这里的话 切他的也同样的 对面什么工本 火舞 项羽 三个人切他 多就多在太义的一个复活上面 这把我觉得 首先平子老师在前面 平伦琦说了 就是AG能不能把自己的下半图做强 但是这一把其实下半图强的不高 主要侧重点还是在上路 就整个的上中野 但是这把的个人节奏 其实看点比较多 一个是九成 比较少拿的不知火舞 看看他从哪里去开 看他要配合魏央四级第一波 最好是在攻本四级第一波 哪怕是对于静也好 对于沈梦希也好 都是有机会造成击杀的 是的 然后我觉得魏央今天 整体的发挥下来 包括上一局 我觉得他也是很尽力很尽力 他今天整体的发挥 是完全在线的 就看这一局了 今天也是非常在线的 华阳上一把很舒服啊 然后这把又是拿到了 自己带签名的皮肤 FM皮肤加持 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同时也是北京微博的 赛点 目前他们是一个四连胜的状态 如果能够拿一下这一场比赛的话 可以稳定自己 在第二轮S5前四名的位置 来进入到比赛 蓝色方北京微博红色方 成都A级超会 我是小鹿 我是黄超 这边 成都A级超会是把村上 向中路先靠了一下 要帮忙活舞 去消耗一下兵线的血量 他也真正在一炸 阴到艾斯 两边的打野都是选择自下往上 中路卡了一波什么西 这把的话下路就是一个 互相平稳发育 无视发生的一个阶段 主要是在上半区 上半区的一个对拼 会比较的激烈一点 上路的核桃之灵 是被成都A级超会这里拿到了 二一把九成弹飞 这把其实A级的爆发是挺高的 如果能够成功开到人 就是孙斌这里 大招给个沉默 然后工本的大招给上活舞 控制灌满 然后最后让他翻滚一炮 是很痛的 对的 这边是A级拿到了中路的核桃之灵 再顺着静野去看一眼 把泰乙压回去了 小龙西的话卡一下中左 前期应该会比较平稳 看两分半钟之后了 常规清线 抢四级 上海是上路第三波兵 对易安先到死了 老花卷一直在中路卡活舞 他也没怎么动过 就不让活舞游走 不让活舞游走 沈默西他卡的是一个左侧 沈默西卡左侧 是随时支援上路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下路的话 自己孙命帮着苏让香 想直接把桥西给压住 压过线 然后余杰也吃了个孙命的一技能 下路拿到线权之后 工本回到下方 直接是配合伊诺拿下这条龙 开局的话 可以说一些小节奏上 承东医上会小优 两个荷道之灵 再加第一条小暴君 要进篮吗 这么早 这里是晕了一下孙病 艾斯开这个二技能 回了一口 然后再接余杰的一发一技能 闪现 红武一扇子 没有踢到 但是后续直接大闪 跟上伤害 余杰开了一个二技能 回身大一剑 艺安这里想救啊 没有救到 这一波是各种团战 大招定身 是什么心拿到这个人头 最终是有一波 对位的互换 因为这里艺安的项羽 他想去收人也被留了 然后紫墨的夏侯敦 想去在塔下对伊诺进行一波击杀 也是被宫门五脏给留下来了 万万没有想到 只是红色方的蓝BUFF刷新 来了这么多人 继续抢中 上路是让火舞去补雷一波 让火舞去补边线 然后宫门的话直接去中路 让火舞配合打一套 消耗 卫杰在中路吃线 这波打完两边又要稳一下了 但刚刚那波团战打完 其实乔西挺肥的 他一个是一开始的第一发一技能 因为他拿到头了 对 他两个头再生 第一个是自己的一发一技能远程 我莫名其妙中了个彩 而伊诺苏朗雅虽然也是活到了最后 但是他身上只有两个助攻 对 这波暖阳在蹲的 直接开大成绩减速了一下艾斯 想要趁孙敏之里没进化之前 抓一波压一波状态 最终只是一个小摩擦 互相换了一下状态 可是在换完状态之后 成都AG超玩会是优先占了一个河道视野 蓝摔了 小摩登过来赶人了 两边的对抗路转中的速率都挺快的 很平凡 这把其实中路的视野是很重要的 对 中路的视野将会影响到下路一个2v2的平衡 目前是一个成都一超玩会下路 双人组是压制着北京微博双人组在打的 AG要做的是不能让其他人有空档时间 去限制伊诺和艾斯的发挥 嗯 我是没想到 就这把下路会对拼得这么的凶 我以为这两个射手就会捏我一枪 我胜利一剑 因为现在发现上半途打不出什么东西来 没有什么火花 也没有什么声音 这一波 AG爆了个五人团 主动打了一个入侵 入侵到了微博的蓝buff野区 然后蓝返完 要再卡下下雨顿 下雨顿打招 拉过去 必须变得一颗镜化 什么系再给一颗雷炸到了三个 这个时候 鱼记要往上支援过来 龙给了一下鸡飞 拍起了三个人 然后太义顺的复活给上 子墨能站站起来 可是被一颜这里顶到了墙上 九成在找机会想要进场 最后这个龙被一颜一个普攻给拿掉了 但AG的状态都很低 这波北京微博清完中线之后 下塔也推掉了 但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其他的事情 刚刚结束时事预测 也是两边各算他五五开吧 差不多了 毕竟AG的三个男团 已经合三为一了 暖阳这波危险 这波波门直接大招重伤 击飞给到 二打一 控制全给 九成也没有神闪现 像这两人的话 现阶段一套 除了夏侯敦能扛一下以外 其他北京微博这里 没有一个能扛得住的 而且暖阳现在也在发雨期 他身上只有一个小允星 但成都医生会如果频繁地去开这样的三二节奏 自己的中下可能会出问题 刚才就是AG提前抱五菱 导致自己下塔被推 不过也是拿到了一点便宜 总归是要有取舍的 包括这一局两边的对抗路都频繁地转中 就是牺牲了自己上路的线权 泽波又想来控这个蓝巴佛 第二次 沈默西先给雷 然后这里攻本大招直接击飞了暖阳 逼出了暖阳的一个大招 紫墨卡在前面 然后苏尚枪也是来到中路 顺势点一下中塔 同时掩护自己的队友撤退 紫墨一进到二段拍两个什么东西炸弹 再给炸 但是伤害好像也不足于 在这里闪现一进的大招 然后全部给上依诺残血走掉了 普攻A两下 先收掉了亦安的人头 把亦安点死之后 中路塔是不是可以尝试压一下 但九成这里一个满能量条的火舞 让他们不敢上去继续压了 而且兵线也全部都被清掉了 他也真的状态不是很好 往下再转 其实这一波A进篮却没有问题 但进篮没有反掉篮 在撤退的过程当中 被微博的人赶过来给截住了 然后在一个互相掩护的过程当中 项羽没能走掉 虽然相识被孙命抬了一口二技能 最终是跑掉了 乔西是闪现大招 踢再接一技能 普攻再A 打得很凶 几波团打下来 两边射手的收益 好像有点 就不成正比 伊诺他全是助攻 乔西这里三个头 但乔西商会这里人头 都给到了自己的终椅 这也可以接受 因为这两个点现在是单抓 甚至是危险暖 最有的两个点 而且伊诺这里经济是没有拉下的 只要顺利出道末世就可以了 他也没有憋允心 就是正常的一个三件套 开始把中心往下半途去转 那这样这个蓝buff控不住了 再控蓝的话就有些不理智了 毕竟上一波是没有控下来的 但下路 这个兵线牵制了两人 AG可以把整体阵型 往上半去稍微偏移一下 可以掩护 书让香和孙柄 把上塔推掉 这里子墨大招一进到二段 再拍他一针 配合上一个炸 九成再等个机会 红五拍三个 再踢上去一个翻过 他一针 或是给上 坏者这里没有死 可是子墨能全炸 在二进开了一个 或者加了一个闪现 大招还想再走 九成他这波不知火舞 是一直在草里面等着 看了你好久 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视野 就在等后面花卷和乔西 两个人上来的时候 他在出手 他就看着子墨凶到了自己脸上 这才有了 成都A级超王会在中路三打四 三打四打掉了一座中塔 最终 他们也是明白 现在北京微博 就是打一个正面四一了 下路 中身挂上 可是你二打一有点 此时的攻本 你要一勺打都有点难 过于自信 不过上路暖阳 这个位置被包了 两个 先花联赛 一撞减速 自己开了一个正面空间 想要再进行反杀 但是九成这里有孙命的二级 能给他抬了一口 这样打野位进行了一波互换的话 是让A级给止损了 但是北京微博想要顺势入侵这个篮啊 这个篮只能给了没有办法 防守人员都在上半区 看一下下路去不够回放 鱼姬一技能 先中了 然后大招闪现二技能 星宇再补了一个空 乔西很果断 他在手里面 捏了个红buff的时候 直接闪现上去 想通过这个平A的减速效果 把卫阳给留下来 关键他第一发一技能也中了 血腺也吓到了 看九成想干嘛 再蹲 再蹲 星宇过去找他了 来的是个太野就算了 掩护一下 英诺把这个蓝buff给反下来 两边的经济 其实咬的是非常非常死的 有太一阵的情况下 北京微博 视野上终一塔一丢 有一点被压缩了 因为现在有一个火舞 这个隐藏的威胁在 让北京微博的人 不太敢出去带线 九成的闪现 B线不敢带身 又好了 就不知道这个火舞 会从哪里穿出来 它在哪个草层里等着我 对 现在在中路刚清完线 那在微博的一个视野里面 火舞漏了 他们就可以稍微往前面压一下 稍微挤一挤 等一下我们可以关注 两边打野的队位的经济差 这一把暖阳其实被针对的挺惨的 然后魏央这里 经济上领先了他一千块钱 一千多 这里陈多一场会 直接偷龙 偷掉了一条暗影主宰 十分钟后的第一条 十分钟后的第一条 打野队位是差了一千块钱 工本已经出到魔女斗篷了 所以他也真是想舔 没有舔到 虽然像 你看这个火舞 这个小地图上 只要火舞藏着 工本那边带线 就会带得很舒服 感觉每个草丛里都有一个旧撑 而且这样的话暖阳 又就不敢出去带线了 对 本身他经济就已经落后了 工本小一千 然后万一是两个在等着他 就有点难走了 泰乙这人又必须要跟着正面 他要保着鱼姬去打 因为现在乔西是很顺的 四个人头 而且乔西手里的一个魔女 还没有成型 但我们看 她正在做 是的 但其实依诺的经济没有落后 一个是有泰乙的鱼姬 还是因为视野加上野区自远 视野做得太好 让伊诺可以频繁地吃野区吃线 他的一个发育的环境 是要比乔西好很多的 哇 这一波什么东西的大招 完全被孙病的二阶段给吃掉了 向羽这一顶三个 配合根本武藏 全部击飞 然后他一阵复活 先打出复活 先挂了个重伤 又被受伤 站起来继续死 子墨交了一个闪现 往后撤了 就是下路的二塔像纸一样脆 而且A级五个人 状态还保持得都不错 好凶啊 后面还有一条超级龙的 依安直接站在了原地 等兵线 等超级龙 又静静地等着波龙 但短阳率先出击 直接是逞击加定身 自己没走掉 以命换命 但是招二换一有点亏啊 花卷这里交出了一个大招 这个龙兵已经有点清不掉了 沉总一穿位 这里可能想要强行一波 一距离复活 时间还有一秒钟 一点来不及 花卷的位置被卡住了 他回不去 有一条超级龙 但四个都惨了 最终是用三个人的代价 守住了成都 A级超红绘这波想要一波的攻势 刚才花卷是用自己的命 拉住了两条龙的仇恨 让他们第一时间没有进到 水晶的一个攻击范围内 降到A级就没办法去激活这个水晶 只能先把花卷激活掉 但在花卷死掉的同时 北京微博的其他人复活了 等一下 先看一下这波团 所有的控制 项羽加公本加火舞 看这个项羽 项羽先手之后 孙病大招跟过去 公本加火舞的双连控 配合输出 感觉 北京各部刚刚在做蹦床 全部都在天上 然后在蹦床 蹦蹦跳跳的这个过程当中 全倒完了 血条已经消失了 就孙病一个大招全部把你沉没了 你也没有什么反手的空间 那你没办法放技能去操作 也就一个太乙震的复活 你复活起来还要被守时 开了一个小的风铃文章 这波视野往前去压 孙病交出了一个进化 又是项羽顶两个 平常公本在这个是火舞进场 沉没了一堆 然后重伤已经挂上去了 星宇也撕掉了 然后乔西也没有能够再站起来 再去留子墨 这让香的输出位置相当的好 大招再拉走 可是闪现CD没有转好 走不掉了 又是一波一换三 中路还有一个兵线 有炮车兵 两样大招已经就位了 但是他不敢贸然去上 对 他要找一波机会 像上一波一样 直接把伊诺的苏畅香给切掉 是的 而且卫阳身上 现在买了一个副活甲 想要强行一波 直接在连锁情况 进没有创作空间 换位没有换回去 上路还有炮车兵 花转之力想把这个兵线 轻掉没轻掉 但下路还有 最后 一波接着一波 下路还有两个超级兵的 可以顺势点掉水晶 让我们恭喜 成都A级超文会 2比28 比分扳平 哇 这一场比赛打得精彩 这个火舞加上公本 两个双刺客 边路抓的暖阳 一个接一个的节奏 特别难受 一波又一波 然后频繁地进野区 然后即便是在北京卫博 这里有个太乙真加成的情况下 英诺孙上香的这个经济也起得很快 对 这一把的成都一场王会 他们的那种技能的combo链 技能的combo链 已经玩出了那些就有S组像 福山迪RGGK和武汉InstaPro的那种感觉了 就最明显的就是下路二坛的一波 对 combo链接得太好了 还有就最后一波在中午右侧那一个 也是项羽之后 然后火舞和公本 两个人进去 就非常的有层次感 非常的赏心 而且很连贯 是的 然后这一局的话是 打野对位上的经济差是比较大 没有等到暖阳这里发育成型 我觉得他们 A级这一把的进攻做的很果断 就是前面片子在铺垫的时候 A级是个擅长打中后期进攻 然后给中午拿个法刺 风一转开始打前期进攻了 日来日期待最后的一个决胜局 稍时休息 把时间给到评分期 确实上一局在局间 我们有讨论到对于程度 A级超华来说 在中上的强度要做起来 然后这一把的话 其实他们上中也强度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做强了呀下路 向雨 对呀下路的话顺上一枪打鱼姬 对吧 在这一块也不会有怎么虚 你只要躲好鱼姬的一技能 你就不会有线上的压力 这这局也是给到英诺一个大和 也是围绕的 虽然他这条路打的一直去给发育路 这边巧惜一个压力 然后在团战上的话 上中也完全站出来了 这就是跟我们在评论区局间的时候说到的 以及他们需要做出的改变和调整 才能够把这一局拿到手里 需要配合 需要凶起来 这局其实就是整个连动是非常好的 就是上中也把上路的一个局势把控之后 一起去往下路去支援 去帮助伊诺的一个发育路打开一个优势 打开缺口 而且北京微博这边的话 是他前期也不弱 就可能鱼姬下路这边稍显弱一点 就没办法 因为鱼姬要发育的时间太久了 而且这把其实A级很聪明的是 他并没有让你的鱼姬在线上过得很开心 他早早的就来了 很早就是下路五个人一起抱团去推你 而且我觉得这个当前版本 公本武藏 确实胜率太高了 这个英雄 是 我记得是上一场比赛 成都A级常会在交手了佛山第二季7K之后 魏央他当时直播之后就一直在练公本武藏这个英雄 今天也是拿出来了 因为这个英雄的话 有人说他是在打野位置的T0级别的 所以很多人都评价 是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止T0了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点 他好像优势了之后 EV1谁都不怕 他单挑谁都能赢 对 他EV1真的谁都不怕 有公本 你很多回复型打野都用不了了 来看一下本局的MVP 给到了成都A级常会九成 这把真的九成 他多少次找机会主动去打人状态 他想找机会 他在中右那一波是想找机会直接秒人的 但是他擅自没有丢到C身上 丢到的话宇姬可能是被秒了 可以守到一个太野的一个复活 对 这虽然是他本赛季第二次拿出不止火舞 但是拿出来依然是打出了十足的压制 也给到了对面的一些压力 包括这局比赛边路一安的表现也非常好 他向于一闪 这局比赛至少两次吧 一闪都开得很棒 整个其实这盘成都A级常会已经把他们的一个技工性给打出来了 其实不像之前打的束手束脚 就一直被北京卫博其实那几盘是压着打的 对 发育路 中路和这个坦边他们都站出来了 第一盘虽然是成都A级赢了 但其实潜中气也是打得很难受的 你看这一波两个人抓暖阳 暖阳实在是难受啊 直接锁头 顺秒 这波是温阳上去供应一下 火舞这个位置是没有人去探的 他是想扇这个鱼姬 他这个二技能是没有打到鱼姬身上 是打到了那个沈蒙希身上 鱼姬的话应该是能秒的 但是是什么东西先来的嘛 比较巧 对 也先打到C身上了吧 然后看这波九成 今天真的打得很主动啊 这个步骤后拿出来打得很主动 但是一安一闪三个 对 就是相当于 脚肠跟的也好 孙毕先给陈墨 然后项羽进场 然后弓本加上不知乎 他们相当于这个技能combo是 连接在一起的 对 少一个都不行 我要飞的更高 看你能飞的多高 就是这一局比赛 我只要给你空起来了 不足货武家 公分武藏就送你上天了 是 真的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一局的话 也是看到他们把这个combo链 衔接起来之后的话 也确实是拿下比赛了 你也能看出来 他们拿出这样的体系之后 也是能够打出一些压制的 这把微博 我看他在下路那波打完了之后啊 他鱼姬是拿双杀了 我心想 这把鱼姬双杀应该很顺了 但是没办法 这个版本的鱼姬 中期的薄弱 还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他这一局比赛的出装 是没有引刃 他是老出装 无尽 破晓 然后是末世的这样的合成 但这样的合成有一个弊端 就是他没有办法享受 满额的暴击伤害 对 但他想的是 我是想等两件套出衫 对 之前的那套新出装的话 可能是要三件套 他只给到了 他挺大的一个压力的 他这一身出装的话 必须要先 就是在做出 逐日之功之前 去补一个暴击全套 就是搏击全套 这个搏击全套 可以帮他加8%的暴击 这8%的暴击加上去之后 他其实比满额的暴击效果的话 也就差了大概1%到2%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就其实到了三件套之后 差的就不多了 但是他有一点就是 没有什么魔抗啊 没有什么防装 他挡不了 不知火舞的进场 就把他秒了 一套爆发扛不住 对 可能要再拖一拖的话 我认为北京微博 倒是还是能打的 但是A姬的连续几拨打团 爆的北京微博 有点猝不及防 对 A姬也意识到了 再拖下去 对他们来说 也不是一件好事 是 这阵容是不能拖的 拖到后面的话 子墨装备起来 身后还有个 太乙震的容错率 你这一套阵容是 充脸一波流 如果没有一波流 我把人打掉 让乙震就会随便收割了 是的 连这一波进去 鱼姬就瞬间融化的 其实今天的话 也许他的一个 第三盘跟第四盘 其实打的都很凶 他都是想把一个 前期的一个进攻性 给拉满的 对 第三局势没打下来 在这一局的话 是直接做得很到位 A姬是逐渐逐渐的融入了 S组啊 对 我觉得就是 他是一个试验的一个过程嘛 他之前去打普通人 第二阶GK 是有点懵的 关键点是什么 关键点是上一场比赛 打GK之后 这场比赛打微博 他调整得很快 对 他没有带着上一场比赛的 失利的那种状态 来打这一场 就你跟强者交手的是多了 自然而然 你的水平也是会提升 对 我们在过去的两届 KPL看到的是 你被强者临风了之后 一个队伍就不会打游戏了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差距 然后如果微博这边 想要再做强上半途的话 因为他已经把猪八戒 蒙田跟夏侯顿都用掉了 这三个边路强点用掉了之后 他下一局比赛 想要再拿一个强边 那我能想象到的 吕布 但吕布在这个版本 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强边 吕布的话 他完全是个战士 扛不住 AG的吕布用掉了嘛 但是AG他是用掉了 蒙田 项羽 吕布 他还有猪八戒呀 对不对 他还可以把自己的阵容做强 而且AG和微博的话 他不是拿连波呀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认为下一局比赛 可能双方 没有关键嘛 对 双方在关于凯上 对一直在搬 不愿意给 如果你把凯放出来的话 关于凯 我认为两边可能会 置换一下 既然已经凯都搬了这么多盘了 不会再放出来 因为其实大家都怕的就是 肉凯 然后出一个肉状 无脑精液 去烦你 对 突然想到一个英雄曹操 曹操的话就属于战边了 对还属于战边 曹操可能就是说 是那种 Counter你一手 看你的阵容都脆皮比较多的时候 套一手 对我认为第五局 可能双方的阵容强度 不会做得很强了 应该会稍微中期一点 就应该不会再 再像前面四局一样 那第五局 如果你还能做一个超强阵容出来的话 那应该是BP出失误了 对手BP出失误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菊又金 双方菊又金都还没有出 在下一局比赛的时候 可能菊又金会成为首强的英雄 因为只有菊又金 才能够 是有改变一个前期能力的一个英雄 对 然后公本五脏的话 北京卫博这边还没有用 所以公本五脏也有可能会影响到 最后一局走势的英雄 如果你出橘子 我公本 公本一为一打橘子能打两个 我们直接看过 我们直接看过好多次 我们就看过 佳哥平是你都打不过吗 所以总的来说 我就这场比赛 目前已经打到2比2了 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决胜局 一定比前四局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会更多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姐说席